为什么要打股 我凭什么要打 演员就是演员 演员挣你这份钱不是挺好的吗 据说一次德云社上演赚了近100万 但参加演出的于谦却只拿到了10万 而郭德纲的妻子王慧在德云社持股99% 身为元老的于谦却一点股份都没有 和徒弟们一样是拿工资的合同工 于谦陪郭德纲打下江山 在德云社的待遇本不该如此 换做别人一定会骂郭德纲忘恩负义 但于谦似乎觉得他没有资格和郭德纲要钱 马连梁剧团没有马连梁就散了 梅兰芳剧团没有梅兰芳就散了 你说里边还有好角没有 有 但是这好角要站出来 梅兰芳你得给我一半股份 这没法干了 或者说你这个不行 你这得按我这刹 我得挂头牌 你要是这么较劲 你就出去成立一个 另起一个山头 另起炉灶 你拉着另一部分人挣钱 你拉一个你的于谦 16岁时 于谦从戏曲学校毕业 看着日渐示威的相声行业越来越灰心 虽然他也曾努力创新过 将摇滚乐与相声融合 但事实上于谦就是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 直到郭德纲出现 救活的相声开拓了市场 也保住了于谦能说相声的一大爱好 所以说于谦打心眼里佩服郭德纲并不为过 而真正让于谦放弃争取股权的原因 其实是他心里清静无为的人生态度 于谦不在乎相声是生是死 因为除了相声他还有更多爱好 飞虫鸟兽闻完自画 酬烟喝酒 无所不能无所不惊 穿上皮衣还能上台摇滚 但郭德纲不同 他就像被命运选中的使者 为了复兴相声行业 卖掉手里的小灵通维持生活 演出结束走四十里地回大兴的出租屋 等于这能有今天 主要是郭德纲一路披荆斩棘的功劳 所以郭德纲留下了个 雅兹必报的形象 不争不详的于谦则 则看上去吃了大亏 但实际上这正是于谦聪聪明的处事之道 戴然处事真诚做人 客传《无尽的战狼2》 直到《无尽囊中羞涩》 便退回了八十万的片酬免费出演 所以在于谦兼兼职电影老师好的时候 吴京 张国立 杨立新等老戏骨接来捧场 齐心协力帮电影拿下了两亿多的票房 戴然处事真诚待人 于谦懂得牺牲一部分小的 可以换来更大的 在郭德纲的心里 于谦并不是他真正的朋友 一次采访中 有两个好朋友孟非和冯小刚 只有他们俩才能叫得通自己出去喝酒 但众所周知 于谦三大爱好之一就是喝酒 一天能赶四个球场 从上午十点出门 一直到半夜被人抬回来 只可惜 郭德纲和于谦合作二十多年 却无法做私下谈心喝酒的灵魂之己 而这么多年 德云社经历了数次死的战斗 于谦也一直置身失外 当初曹云金和郭德纲闹得沸沸扬扬 于谦愣是没说曹云金一句不好 而在郭德纲眼中欺身灭祖的曹云金 也一直记挂着于谦的恩情 在节目中感谢他这位干爹 曾慷慨拿出八万块钱借给自己买房 其实 于谦和郭德纲的差别 相声大师侯耀文早就侧面告诉大家了 侯耀文曾评价郭德纲 一路坎坷走来势必饥饿如仇 而后来郭德纲清军策 逐世门的很辣手段 也恰好证实了侯耀文对他的评价 但作为郭德纲最好的搭档 于谦却是个喜欢独善其身 不想惹麻烦的人 这种退让圆融的性格 如果郭德纲和他喝酒 怎么能酣畅淋漓疏发不愤 相反 孟非冯小刚都有伦有脚 嘴上绝不吃亏 郭德纲跟其交谈扩论 必然要比跟于谦的痛快 只是虽然他们性格不同 于谦和郭德纲始终清清白白 没有闹过不愉快 因为于谦一直认同郭德纲的做法 如果郭德纲像他那样不争不抢 德云社根本没有今天 他的饥饿如仇 他的牙子必报 是令到整个德云社的 未来的发展都会贪忧的 那段时间你担心过没有 郭德纲要像我这样的话 就没有德云社了 你不能说他的牙子必报 他的饥饿如仇是错的 作为相声界里摇滚唱的最好的 摇滚界里最会演戏的 演艺界中最爱抽烟喝酒烫头的 在村土村金的北京 用价值五个亿的地皮 养马的于谦 这辈子活得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一个玩 于谦十岁那年就开始喝酒 那个夏天他和舅舅走在街上 酷暑难耐甚是口渴 半斤冰凉的心脾就下了肚 而这代价就是 于谦昏睡了一个下午 于谦爱玩 和他祖上有很大关系 于谦是满清正皇旗出身 放在古代怎么也算是个王爷 养鸟斗曲曲 那是基因里自带的天性 而现实中 于谦的父母也都曾担任肥差 一个是某油田的勘探老总 一个是石油炼厂的专家 巡厚的家体 让于谦玩得无所顾忌 起初是花五毛钱 去花鸟鱼虫市场 买好看的粉烟鸟 滴溜着回家 活死小老头 当了相声皇后以后 于谦因为投资有道 彻底释现了财富自由 在郭德纲还费力 给郭契林攒财礼钱的时候 于谦已经手握十几套北京房产 开启了天打雷劈的动物园 在这个有五个足球场大小的动物园里 一只小猪马就价值百万 于谦有十多匹 院子的一角有几十口大缸 专门养蛆蛆 为了让宝贝丑尔本安全过冬 每年冬天 于谦都会出高价 请专家来坐镇 除了这些价值百万的藏骜 数以十万的鹦鹉 都在于老师的大官员里 然而非得养这么多东西 于谦就是玩一个乐趣 根本没想着赚钱 所以有人说 郭德纲让儿子郭契林 任于谦做甘笛 除了个人情谊 还有一点是希望郭契林 能学会怎么当一个 无忧无虑的富二代 毕竟郭德纲吃了半身的苦 对于郭契林的期盼 那便是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 尽情地吃好喝好玩好 而于谦恰巧是最会玩的大好人 只不过老马也有事前提的时候 前几年 于谦免费围观了一篇不雅微博 画面相艳至极 然而网友却没对这位老艺术家 进行道德审判 反倒是问起于大爷 这么有钱咋还不付费观看 又责怪起了郭德纲 要不是老郭整天和嫂子玩 于大爷也不至于去微博上 看那个